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先跟大家说两句别的 就是昨天我发了一个五月份的运营情况的视频之后 很多观众都表示了对这个频道的肯定和支持 衷心的感谢大家 然后最近频道分享的内容比较多 尤其是AI方面的 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信息最近太多了 爆炸性的,我一个人实在是做不过来 就算我一天做四期节目 也讲不完一天的新闻 但是我又很想把这些信息都分享给大家 所以只能连带着我自己录视频 然后再连带我能够找到的资料一起分享给大家 而且最近这一天天全是这帮大佬的观点讨论 我第一个整理不过来 第二个整理的信息可能也会有误 所以索性大家就多听一听大佬的原版是怎么说的 请大家多理解包涵 不是我不录节目,是真录不过来 因为我天天要看大量的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从我自身感觉来说 这一次AI的发展进程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就跟以往我所知道的这些技术发展是不太一样的 如此高密度高强度 而且持续时间还这么长的科技突破 应该是反正我是没有见过的 而且每天现在还在有新的模型出来 新的方法新的工具 是吧 所以我个人判断这次AI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以前这种科技进步传导到大众 还需要很长的一些时间 但是这次呢 拆的GPT也改变了这种状况 史上最快的月活一役 咱不说这个数据准不准吧 反正是很大了 而且呢 这个这一次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 都快半年了 还没有熄火 像以前的什么阿尔法狗阿尔法ZERO 也就是各把月吧 新闻热度就下去了 但这一次不一样 所以我对这个频道的这个方向 还是很有信心的 虽然我现在是转做自媒体了 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呢 足够我做很久很久了 包括像Hugging Face上那些模型 我一天讲一个 估计都够讲几年了 是吧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吧 至少这个方向呢 我会坚持做下去的 当然也希望后续呢 频道能够承接和制作更多 其他类型的节目和内容 不断的去丰富这个频道的多样性 给大家带来更多 更好有价值的内容 那话说回来呢 这两天国内AI圈啊 就关注度最高的一个会议 应该就是2023年北京的支援大会了 它汇集了众多传说中的AI大佬们 包括四位的图灵奖得主 包括这个杰弗里辛顿 杨立坤 姚七志 约瑟夫 西法斯基 以及这个OpenAI的创始人 萨范奥特曼 我们节目里多次提到过他 包括这个Meet Journey的创始人 达威霍尔茨 我们也做过一期关于Meet Journey的节目 还有这些一些像PALM-E Meet AI 这些大模型项目的重要的工作参与者 还有像张博 张红江 这些国内外九福声明的一些科技圈大佬 而且这次会议呢 即使像杨立坤 他人在法国 而且是在当地的时间早上凌晨4点吧 还是连接到了这个现场 在线直播做了演讲 所以看到大家这个热情也是很高的 今年这个大会呢 是第五届 同时请来了这个杨立坤 以及杰弗里辛顿 但其实背后呢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在第三届大会的时候 这个杰弗里辛顿本来也想参加的 但是就在这个大会前几天 他突然发现 他准备的这个准备分享的这个新方法里 出现了bug 所以只能很遗憾的取消了 那再算上这个 本杰奥在2021年的支援大会上的主会场 介绍过了这个关于System 2的 就是系统2 System 2的积极学习理论 如今呢 是以这个思维链的形式 用在了大模型提示工程方面 应该说深度学习的三巨头就齐了 都参加过这个大会 那除了三巨头之外呢 还有很多图灵奖的得主 也到这个大会做过课 包括贝斯网络的提出者 朱蒂·亚普尔 还有这个Risk5的掌门人 大卫·帕特森 现在最火的这个芯片架构 包括这个数据结构大师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他更是担任这个学术 这个会议的学术顾问委员会的会员 所以这个大会 我认为还是蛮有一定高度的 从中国来讲 或者从世界来讲 那这个大会呢 是从昨天的9号周五开始 一直到今天10号结束 整整两天 地点呢 是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会议中心 会展中心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去了现场 这次大会呢 志愿主要是宣布了自己的悟道3.0 有一系列的重磅发布 并且全面开源的 其中的悟道天鹰 Aquila 这个大语言模型系列呢 支持了中鹰双语的知识 支持了商用的许可 其中这个Aquila Chat呢 不仅可以像ChatGPT一样进行对话 生成命题作文 还可以通过定义可扩展的特殊的指令规范 实现对其他模型和工具的调用 比如说通过调用图像生成API 来实现文声图的功能 或者是配合instructor face 这个多部可控的文声图的模型 来实现对人脸的一步步编辑 以及调用Aquila Code代码模型的能力 在对话中实现文本到代码生成 比如说直接生成一个简单的登录页面 或者设计一个时钟程序 这都可以 然后就是天秤FlagEvil 它是一个大语言评测体系 以及开放平台 可以构建从能力到任务到指标 这样一个三维的评测框架 细力度的去刻画模型的认知能力边界 目前它包括了22个主观和客观评测的数据集 以及84,433道题目 更多维度的评测数据集正在陆续的集成 而且给出的评测结果还都是可视化的 目前天秤FlagEvil已经推出了语言大模型评测 多语言文图大模型评测 以及文图生成评测等等工具 并且对各种语言的基础模型 跨模态基础模型实现了评测的功能 后续它还将全面的覆盖基础模型 预训练算法 微调算法等三大评测对象 包括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音频 以及多模态 等等四大评测场景 以及丰富的下游任务 最后就是开源了悟道世界 视觉大模型系列 它一口气发布了六个 成为国际领先的一些成果 首先是视觉的基础模型EVA 它是一种经过预训练的 Vanilla VIT模型 整体思路是将最强的 鱼翼学习Clip模型 与最强的几何结构学习 MIM做了结合 再将标准的VIT模型 扩大到了十亿参数的规模 进行训练 其次是EVA Clip模型 它可以显著的提高 Clip训练的效果和效率 EVA Clip结合了表征学习 优化和增强的新技术 与之前的Clip模型相比 在具有相同数量的参数情况下 它的训练成本显著的更低 据官方称 EVA Clip超越了 此前最强的Open Clip模型 在ImageNet 1K的 零样本Top1测试中 达到了最高的82%的准确率 第三个就是通用的视觉模型Painter 它的最大亮点 是首创了上下文 视觉学习的技术路径 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将视觉任务的输出 重新定义为图像 并且将任务Prompt 也指定为图像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训练过程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它在输入和输出图像对的缝合上 执行标准的Mask图像的建模 在推理过程中 可以采用一对来自同一任务的输入和输出图像 作为输入条件 来指示要执行的任务 第四个是基于Painter模型上衍生的 分割一切的模型 StackGPT 它可以通过视觉Prompt 来完成任意分割的任务 那与Painter一样 StackGPT也具备视觉上的上下文推理功能 只需要给出一个或者几个视觉的Prompt 模型就能够理解用户的意图 有样学样的去完成类似的分割任务 第五个是零样本的视频编辑方法 V2V0 在无需额外视频训练的情况下 它利用注意力机制动态运算的特点 结合现有的图像扩散模型 实现了可以指定属性的视频编辑 比如说你仅仅就通过说一句话 就可以立马换掉这个视频中的车和背景 第六个是补全一切的生成式大模型 Emming 它可以接受多模态的输入 预测多模态的输出 支持在文字图片视频多模态序列间 进行理解推理和生成 你可以指定任意模态的输入组合 都能够在序列中补全下一项 Emming的多模态上下文学习 可以实现多轮的图文对话 视频理解 少样本图文理解 文图生成 图图生成 和少样本的文图生成 等等这些能力 除了误道3.0本身的这些内容之外 这次会议的议程设置上 也聚焦了大模型 多模态 生成式模型 AI安全伦理问题 和风险防范等等一些最新的话题 同时也包含了像自动驾驶 生命科学等等 专业细分领域的很多厂的 这个报告和研讨 我们后续几天 会陆续的编辑和发布相关的会议视频 供大家学习和讨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